哈喽,大家好,我是王医生 日常生活中相信大家都经历过咳嗽的问题 中医中药对治疗咳嗽有其独特的疗效 在药店,面对琳琅满目的药品 我们往往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今天就教大家一些小的方式 来帮助我们选择一些适合的产品 首先,咳嗽的临床表现有很多种 有的人干咳,有的人痰多 有的人白痰,有的人黄痰 那我们在选择中程药治疗咳嗽的时候 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辩证实质 咳嗽我们通常分为风寒型 风热型,风噪型,还有谈湿型,谈热型,干火饭肺型,肺因窥虚型 既然咳嗽分很多种,我们来逐一分析一下 风含型咳嗽主要表现为咳嗽,咳痰,谈白,耳吸,容易扮鼻色,流涕,头痛,发热,舌苔是薄白的 常选用的药物有通宽理肺丸,精防冲剂,止速散 风热型咳嗽主要表现为咳嗽比较剧烈,气比较粗,谈黏,难咳,谈黄,身热,头痛,舌苔是薄黄的 这个时候我们选拣,银翘解毒丸,银柴颗粒,双方连,止咳定传口服液,板蓝根,银翘散,都可以 风噪咳嗽主要表现为肝咳,咽痒,鼻肝,口肝,无痰,少痰 痰中甚至有少量的血丝,舌红,少筋叶 这种咳嗽我们建议用点血梨膏,桑性汤 谈湿咳嗽主要表现为咳嗽反反复复,咳声重拙,谈多耳年,白谈 咳出来的谈成块,舌苔白腻,我们选择二尘丸,酥子酱气丸 谈热型的咳嗽咳声比较粗,喉咙里有谈声,谈多而且黄年 舌苔比较黄腻,我们选择菊红丸,羊羊清肺散,浮房仙竹立叶,清津化痰丸 金桥麦片,等等 肺因窥虚性的咳嗽主要表现为肝咳,少痰,潮热,倒汗,五辛,凡热,舌红,少筋叶 通常选择百合,固筋丸 我们在选择中药治疗的时候,一般选择一到两种,有协同作用 超过两种以上就太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而且当用药三到五天不会缓解的时候 建议您去医院进行诊治 咳嗽药,您会选了吗? 谢谢大家 那些什么 constructing зд了? 您会做到非常 cooked做遇张分析的